大家好 欢迎来到超出美 我是陈尔老师 美国的国务院和教育部发表了一个关于国际教育的一个承诺 其实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 今天我就来讲一下承诺是怎么回事 然后它的一个逐条的分析 首先就是在我小时候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有一种应用的文体叫做保证书 基本上格式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或者今天跟同学打架 把黑板给砸碎了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我做的很不对 我以后一定要爱护公务 要不要打同学 要跟大家和平相处 请看我的表现 然后签上字 可能老师来把我训一顿 然后回去让家长签字 保证书这个文体 现在不知道 我们现在学生还用不用这个文体 对吧 那么这次美国的国务院和教育部就出的就是保证书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文体 或者是求爱信 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求婚戒指 对吧 姑娘我喜欢你 然后这是我的engagement rate 一个大钻石 对吧 这事可能就成了 保证书可能成也可能不成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美国的国务院和美国的教育部发布的保证书是怎么写的 OK 保证书它的发布的一个背景是在美国的国务院下属的叫Education USA组织的年会上面发表的 Education USA是一个美国政府支持的来以促进美国国际教育为宗旨的这么一个机构 它可能在70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它的办公室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组织 它就驻扎在各地的美国的大使馆领馆之内 他们Education USA的这些工作人员工作都非常的努力 那么它每年在DC有一个年会 那么这次国务卿就去到年会就来发布了这么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的题目叫做让美国更加强壮来重新来Engage 就是重新来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 那么这里边是说对国际教育的一个更新的承诺 好 这里边一上来就说美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离开世界 对吧 那么我们在美国 我们是这些来自国际的这些学生学者 那么他们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很多的好处 那么美国的学生和学者去进行国际交流 对美国也有很大的好处 好 这是一大段 就是基本上保证书的前一大段 对吧 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重视这一点 现在我们希望重视 然后下面是我要做的行动 那这个行动呢 这杨杨杂杂又写了有十条吧 十几条 那么我整个来说一下这些都每条都是什么 对吧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行动呢 就是我们要更加的参与到一个协作的这个活动之中 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学生和学者和研究者呢 还有这个美国学生这个出国这个访学 还有这个国际的教育的交流 还有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教室和校园的更加的国际化的这个活动当中 国务院和教育部要更加多的参与 再有一个呢 就是确定的美国政府的这个支持 在各种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这个这个活动当中 有更多的政府的支持 这里面呢 和这个高校和这个中等的学校和州政府本地政府 还有这个非政府的组织 还有商业的机构 一起呢 来重视这个国际教育 再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这个把国际教育呢 作为这个COVID-19 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恢复 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 要欢迎这个国际学生和学者和这个研究者 到美国让他们呢 有一个安全和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再有呢 再有呢 就是鼓励呢 鼓励呢 美国的学生和学者呢 他们呢 这个 来参与这个海外的这个学习 就是也希望美国的学生能够走出去 好 那还有呢 就是 这个 让 来认识到这个国际学生 学者研究者 他们的这个 significant benefit 就是他们的重要的带来的这些 这些 益处 对 包括呢 对创新 对经济的发展 还有呢 对就业方面 给美国带来的好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 用这个 更加的使用这个技术呢 来促进这个国际教育 那可能呢 就是要有更多的远程的这个教学 就比如说呢 把美国的学生和学者研究者呢 和海外的 他们的这个对象呢 能够连接起来 就是可能更多的这种 线上的教学 还有呢 是要这个实施呢 一些这个政策和这个策略呢 来让这个 这个这个 美国 让国际学生呢 在美国呢 能够更加 这个体验更加的完整 在同时呢 也要保护美国的 这个国家的安全 那么呢 在这个支持的过程中呢 要平等 要这个 更加有效 更加透明 对吧 现在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透明 那么再有呢 就是 就是要来继续发展 已有的这些国际教育的 这个项目 然后在 在这个发展新的 这样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 来 确定美国的 这个 它的这个 优质的教育 和它的领导的这个地位 还有呢 是说呢 来这个增加呢 在这个 联邦政府 在 私营的企业 在教育的 机构 当中的这些 这些这个 这个协作 然后呢 来这个 更加 有更加多的 这样的这个 从这个 这个在这个 资金的 这个保护方面呢 有更加多的 这种完整性 而且呢 要保护这个知识产权 和这个 研究的成果呢 不能 不会被 这个 海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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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外国人拿走 被 被这个 这个海外政府拿走 或者呢 是 这个 非法的获得 好 那么呢 这是 它的这些 这个 它的action 然后后边呢 还讲了一些呢 就是 这个国际 国际教育啊 给这个 美国经济 大家多少好处啊 产生多少 多少这个 工作呀 呃 然后这个 嗯 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呢 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署名 然后美国交易部署名 还有education usa 好 那么这个呢 是这么一个 这个保证书 那么这个保证书呢 就 我看来呢 呃 它并没有什么实质的 这个意义 呃 它从一个方面呢 确实是有好处 好处呢 就是说呢 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拜登 这个政府呢 他不再像川普那时候 是公开的说 哎 国际学生 你就是来偷 呃 信息的 你就来偷知识产权的 我们不欢迎你 而且我关闭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呃 海关 呃 让这个 呃 不让一些国家的学生 过来 呃 它是离那个呃 这个这个呃 川普那个时候呢 是有所转变了 但是呢 在这个呃 这个保证书里面呢 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没有谈他的这个政策的对象是谁 因为呢 大家都在呃 脑子里都知道这个屋子里这一个大象呢 其实呢 就是中国的学生 因为中国的学生在美国 在2019年呢 是占了 40万的这个国际学生 是美国的所有的国际学生的40% 那么呢 你 中国的这个学生 你不来 这个 这 这一类的学生群体 你不来这个 呃 考虑 你不来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呃 政策 对吧 因为中国第二呢 是在后边呢 就是印度 对吧 印度和中国加起来是占53% 所以中国占40% 印度是占了百分之十几 对吧 那你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中国 那么呢 而且呢 在你的这些这个他的这个行动里面呢 也没有现在中国学生最关心的几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10043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这个前总统呃 川普那么发布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是所有的你只要在什么国防妻子只要在这些学校 或者他们的合作办学的其他学校 你只要占这些学校的我都不给你签证 那么呢 你这么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 你现在不去把它给呃 解决把它有更好的办法 对吧 你说我是要保持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呢 这个并不等于说呢 我一刀切 把所有的北航的学生 把北理工的学生签证全部取消 这是不能画等号的 对吧 那么这个1043 现在就直接的关系到这一大批学生 他们的这个秋季的入学 而他们的签证已经都被被这个拒绝了 对吧 那么呢 你是不是要有你的行动来管这批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呃 美国呢 现在的这个呃 访问学者呃 来美国的这种这种签证和他的这种呃 政策 现在呢 很多的访问学者呢 我所知道的呢 现在他们都不敢去签证 因为呢 不知道这个签证会怎么样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你是不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签证的这种政策 或者你的这个国家促进的这个政策呢 更加的透明 对吧 你这个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大使馆呢 那出来说我们对呃 F1某类学生这个我们政策有什么改变或者改进 然后呢 对这个呃 J1政策有什么改变或者改变改进 呃 因为呢 你如果不把这个中国这个呃 学生和访问学者的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疙瘩给解开呢 这么一个保证书呢 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呃 你说呢 哎 我去非洲去招学生 我去这个南美去招学生 但是这个学生呢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呢 他们是呃 经济负担能力也不够 他们的这种呃 学业的学历也不够 比起中国学生的这种呃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呃 对国际教育的作用呢 是要小得多的呃 所以呢 我就说呢呃 这个保证书呢 他缺的呢 就是这个所谓这种求爱信的一个对象 就是我这个保证书到底是对谁写的 我是对美国的公众写的 我是我是在自说自话 还是说呢 我是针对特别的这最重要的这一个大的一个客户的群体 对吧 你教育就是一个服务 那这些学生和家长 他们就是这个客户 我是不是针对他们的 那他们的这些呃 关注的事情 我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解决 那么呢 从这些他的这个所谓这个action 这个他的这个行动来讲呢 我现在是没有看到有具体的这个行动 那也可能呢 这个保证书呢 只是一个最初的一个文件 可能后续呢 还会有呃 一二三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 呃 但是呢 现在呢 还没有 而且现在呢呃 很多的这些这种签证的政策 或者对中国学生的这种调查呀 审查呀 什么敏感专业呀 这些这种呃 过程呢 都是非常的不透明的 呃 很多学生呢 是拿到录取呢 他不敢去签证 呃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呃 我觉得呢 如果要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美国的这个教育部 还有IDKGLC 要真是要想要 呃 要促进这个国际教育的话呢 那么呢 在这个声明之后呢 应该呢 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更新 对吧 这样呢 才能呢 让这些学生和家长放心 让他们这个呃 以前呢 是准备去美国 后来呢 又在犹豫的 现在能够能够有一个呃 更往前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 commitment 更往前的一个呃 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规划 好的呃 那么呢呃 呃 这个呃 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的这个关于国际教育呃 的这个支持的这么一个保证书呢 确实是一件呃 好事呃 就是他至少比呃 川普那个时候呢 成天在反对这国际教育呢 要好 而且在这里面呢 明确的说呢 呃 我们欢迎国际学生 呃 但是呢 呃 这里面呢 我还希望呢 有很实际的 针对中国学生的呃 呃 有一步一步呢 能够切实可行的呃 这样的动作 对吧 你这个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大家都理解 但是呢 你如何来保证 如何能够更有效的 来这个呃 又让这个国际学生能呃 好的国际学生能过来 又呢 能够呃 确实呢 能够做你的这种审查呀 监管呀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工作呢 确实要做 这里边呢 我想呢 呃 核心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10043 还有这个敏感 这个硕士以上的 这个敏感专业 这两条 其实都是关于中国学生的 那么至于说呢 你说疫情 是不是要隔离啊 疫情 什么疫苗啊 这些呢 其实我想的都是一个 还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事情 这些都能解决 但是前两个呢 呃 是你这个国务院 他自己就能够呃 通过政策的调整 通过更聪明的这种呃 办法呢 呃 来这个 他自己可以解决得了的 好 那希望呢 这次的这个解读呢 能够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吧 呃 如果呢 你有你的问题啊 意见呀 或者不同的观点 也欢迎你来留言 我们可以讨论 那如果你对升学美国 呃 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啊 什么开除劝退啊 这方面如果有问题 一难答政都可以呃 私信我 这是我们后人的主页 我们一定抽时间来解答你的问题 就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